Odia Jungle 这期间投入了将近7000万美元 还有大量的人力 十几年的物资补给 然而美国在越南投入了这么多 还没有得到什么成效 最后就撤兵回国了 这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 伊拉克战争时期 虽然攻进伊拉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但是后期还有当地各个武装组织的反攻 是的美国在伊拉克也是待了8年左右 而他们是将伊拉克国内的恐怖组织消灭的差不多 伊拉克政局稳定后 才宣布撤出的 也算是一个圆满结束 那么为什么当初越南战争时 却是在没有成效时就撤退了 首先 当初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时候 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退出没多久 元气还没有恢复 况且 当时美国扶持的南越 实在就是一滩烂泥 战场上完全就不抵用 所以美国打得也很不容易 其次 战争资金消耗太大 当时的美国不单单单负着本国军费物资 还承担了韩国的军资物资 除了在战场上的军资物资费用 还有战场上士兵们的伤亡补偿 5.8万多人的死亡 加上30多万人的重伤 这都需要大量的后续补偿和抚恤金 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很大的怨言 经济危机使得国内反战情绪严重 经常会发生游行事件 所以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越来越力不从心 所以无奈退出了越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